下边我们学习第九节税收优惠 对于税收优惠来讲 我们分五个点来讲 第一个增值税攒清条例规定的免税项目 这个内容要求大家要掌握 是在本节中相对重要的内容 第二个是应改增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项内容也要求大家要注意重点的项目 第三个指示点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 其他部分的征免税项目 第四个是增值税的起免点的规定 第五个是其他有关的减免税规定 一共有这么五个指点构成 其实对于大税种来讲 像增值税它是重要的优惠要求大家掌握 像企业所得税 则是大部分税收优惠 要求大家要掌握 而对于小税种来讲 反而是税收优惠很重要 只是不同的税种税收优惠的内容可能不太一样 那么增值税的税收优惠 掌握重点的税收优惠即可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指示点是增值税攒新条例规定的免税项目 这个内容是相对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那么免税项目第一个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 强调哪两个字 强调自产两个字 农业生产者他自产自销农产品是免增值税的 那如果我收购农产品卖 免不免不免 那这里边农业指的是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水产业 这是农业的范围 是个广义的农业 农林牧水 那这是一个 第二个 对于农业生产者销售外购的农产品 不是我自谈的 而是外购的农产品 以及单位和个人外购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 仍属于规定范围的农业产品 比如说我从外边买农产品 我买大米 买完了这个大米之后 我把它做加工分袋 那么它还是呢 这种粮食 那么还是农产品 那么这时候 它属不属于免税范围 不属于应按规定的税率征收增值税 也就是说 免税限于农业生产者自产自销农产品 一个 下边 纳旋采取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 什么叫公司加农户 我公司给你提供的这个触勤的小种苗 然后呢 你去农户养 养完了之后 我收完之后再销售 那么这叫做公司加农户的呢 经营模式 从事呢 触勤饲养 纳旋回收再销售的触勤 属于农业生产者 自产农产品 那么此时 它销售的呢 自产农产品 免不免增税 免增税 这是公司加农户模式 它仍旧属于免税范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避孕药品和用具 不是所有的药品和用具 是避孕药品用具 属于免税范围 第三 古旧图书 那么指的是呢 向社会收购的古书和旧书 那么你现在印的那不叫古书旧书 那是做假 对不对 是向社会收购的古书旧库中 免增值税 这是第三 第四 直接用于科学研究 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 咱们也属于呢 免税的范围 注意 是直接用于科研 科学试验 教学的呢 这个进口仪器设备 属于免税范围 那这是咱们呢 第四一个 第五一个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 那这里边强调什么 强调的是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设备 有免税规定 这是第五一个 第六一个 由残疾人的组织 直接进口供残疾人的专用的物品 比如说 我呢 这个残联 残疾人联合会 那么这些残疾人组织 我进口之后 那么供残疾人专用的那些 残疾人的轮椅啊等等 那么这是呢 免增值税的 这是第六一个 第七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那么这个销售呢 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指的是其他个人 其他个人指的是谁 指的是自然人销售 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这有呢 免增值的规定 这是 增值税攒新条例 所规定的七个免税 要求大家 要掌握 相对呢 重要 那么第二一个 是银改增规定的税收 优惠政策 也就是说 原来是营业税的优惠 在银改增值后 又搬到了增值税中 有优惠的 也要求大家呢 要掌握相对重要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 下列项目 免征增值税 免税的范围 第一 托儿所幼儿园提供的 保育和教育服务 那么我想这个很简单 这是呢 这个教育 托儿所幼儿园的 有免税 那下边第二个 养老机构提供的 养老服务 免税 第三 残疾人福利机构 提供的预养服务 免增值税 第三一个 第四 婚姻介绍服务 那婚姻介绍所 那种婚姻介绍服务 免增值税 第五 殡葬服务 那么第六 残疾人员本人 为社会提供的服务 那么这是对于 残疾人的呢 一个优惠 这是第六一个 第七 医疗机构提供的 医疗服务 比如说咱们去医院呢 看病 那么他给你呢 是医疗的呢 收据 那么这是医疗机构 提供的医疗服务 免增值税 第八 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 提供的教育服务 你比如说 拿我们单位来讲 我们单位 既有研究生存的 学历教育 也有呢 这种 那个给企业单位的人员的 培训服务 那此时 咱们的学历教育的学校 提供的教育服务 这是免增值税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培训服务 培训服务属于文化体育服务 文化体育服务 那么他是可以选检疫计税 也可以呢 按一般计税6% 来交增值税的 这是一个 那下边 境外教育机构 与境内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 开展的 那么中外合作班学 提供的学历教育服务 取得收入 那么是学历教育服务 你比如说 咱们呢 在每年孩子高考报复志愿的时候 他都于学大学里边 有一些什么国际学院 那么这国际学院 比如说 像什么匹兹堡学院呢 等等 那么这什么 这就是中外合作班学 那么这时候 他中外合作班学 必须要提供学历教育 取得收入 才是免增值税的 如果他提供的不是学历教育 那对不起 不免 这是第八个 第九 学生勤工俭学 提供的服务 咱们是免增值税的 第十 是农业积耕排罐 病虫害防治 植物保护 农物保险 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 家禽牲畜 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都与什么有关系 与农业有关 那么咱们有税收优惠 这是第十个 第十一个 是纪念馆 博物馆 文化馆 文护保护单位 管理机构 那么美术馆 展览馆 书画院 图书馆 在自己的厂户上提供的文化体育服务取得的第一道门票收入 一定要注意 他在免税时仅限于第一道门票收入 如果它是里边的小门票收入 对不起 不免 这是第十一个 这是为了文化宣传 文化教育 咱们有免税 那么第十二项 寺院公关 那么清钻寺和教堂举办的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 这是免增值税的 这是与文化有关的 那么第十三项 行政单位之外的其他单位收取的符合条件的政府性基金 行政设计性收费 那么这种政府性基金行政设计性收费 第一必须是依法批准设立 第二必须是开省地以上财政票据 第三 那么全额上交财政 咱们才是不交那增值税的 这是第十三项 第十四项 那么是个人转让著作权 要注意个人转让著作权免增值税 第十五是个人销售自建自用住房 如果你卖的是自己建的自用的住房 是有免增值的规定 这是第十五项 第十六个 台湾航空公司从事海峡两岸海上直航 空中直航业务 在大陆取得运输收入 那么这是属于两岸的直航业务 它有这种免税的规定 如果是咱们大陆的航公司 或者是轮渡公司 那么它提供的这种到台湾的直航 空中直航 什么结果 那么它属于国际运输服务 那么适用的零税率 也就是说港澳台 咱们在税收中删招这种国际 来进行待遇的 这是第十六个 第十七 纳船提供的直接或间接的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那这是国际货物的运输代理服务 咱们有免税的规定 下边第十八项 以下利息收入免增增值税 那么哪些利息免增值税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国家住学贷款 那你看住学贷款就这些 虽然内容很多 但你用常识能判断 国家支持的 那么有出售优惠 第一个国家住学贷款 第二国债地方债 那么国债地方债有免税规定 第三是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 你比如说人行对公行农行 建行交行等等贷款 这是他的利息收入免增值税 第四项是住房供应金管理中心 用住房供应金在指定的 委托银行发放的个人贷款 咱们有免增值税的规定 这是住房供应金的这种贷款 那么下边第五个外汇管理部门 在从事国家外汇储备 经营过程中 委托金融机构发放的外汇贷款 那实际上是外汇管理部门 他们的目的是做国家外汇储备 在这个过程中委托 那么不是金融机构发的外汇贷款 如果金融机构直接发外汇贷款 那对不起该交税要交税 那么是外汇管理部门 他委托金融机构发放的外汇贷款 咱们才有免利息免税的规定 下边第六个统借统还免税 这个内容是曾经作为综合题的一项业务考过的 咱们来看一看统借统还 什么叫做统借统还 统借统还呢 是对企业集团而言的 那么这是金融机构 这是呢 咱们的集团公司 下边他有一堆呢 成员单位 那么他有一堆成员单位 我从金融机构统一借入资金 然后让我的呢 这个成员单位使用 我从银行借入资金 比如说利率5% 我让底下子公司用 那么利率也是5% 然后呢 他把利息给我 我再统一归还 这叫做统借统还 大家一定要注意 统借统还的界定 在统借统还业务中 企业集团或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 以及集团所属财务公司 按不高于 一定要注意 是不高于 你从外边介入的利息是5% 你呢 收你成员单位的利息 不能超过5% 不高于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 或支付的债券漂面利率水平 向企业集团或集团内下属单位收的利息 有免赠出的规定 这统借统还的免赠规定 是曾经在咱们的综合题中考过的 那么其他业务可能是在选择题中考 但是这个曾经在综合题中 所以向业务来考 那么下面来第七个 第七个呢 是自2018年11月7日 那么原来说是到2021年的11月6日 现在已经延期到了2015年的呢 12月31号 也就是这个政策仍旧有效呢 那么对境外机构呢 投资境内债权市场取得的债权利息收入 暂免增增值税 其实不仅是暂免增增值税 也是呢 免企业所得税的 那这是咱们呢 第七个 第八一个是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这是呢 金融同业的呢 往来利息 你比如说 咱们的银行之间 说我工行钱不足了 那么同业拆借 那么这种同业拆借的呢 这种利息收入 就是金融同业往来利息 是有免增值的规定 那这里边 大家呢要注意这个转贴线和贴线的规定 从2018年的1月1号起 金融机构开展贴线 转贴线业务 什么叫贴线 什么叫转贴线 比如说一家企业 A他找到呢 B银行 他去贴线了 那然后呢 B再找C去贴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贴线 你有一个贴线利息 你转贴线 也有个转贴线利息 那怎么办 那么咱们呢 金融机构开展贴线 转贴线业务 以期实际持有票据期间 取得的利息收入 作为贷款服务的呢 销售额计算交增值税 也就是说 咱们呢 贴线和转贴线 都要呢 交增值税 那下边 此前贴线机构 已就贴线利息收入 全额 交纳增值税的票据 什么意思 说我B 我对他呢 整个贴线利息 都交过呢 增值税了 然后他再付给C的 转贴线的这份利息 还用不用再交 不用交 因为他已经 全额交过了 那此时 转贴线机构 转贴线的利息收入 继续免增值税 而除此之外 其他的那么情形 从2018年1月1号起 金融机构 开展贴线 转贴线 咱们呢 各自就你所获得的 利息收入 来交呢 增值税 这是第八一个 第九 对社保基金会 你连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 支付优惠 社保基金 咱们呢 关系到全体人民的 退休的福利待遇了 对吧 那么对社保基金会 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 在运用的社保基金 投资过程中 提供贷款服务 取得的全部利息 及利息性质的呢 收入和金融商品 转账收入 免增 增值税 那这是呢 对于社保基金 他的社保基金管理人 他运用社保基金呢 这些业务活动 有免税的呢 规定 这是第十八项 利息收入呢 免税的规定 下边第十九项 下列金融商品 转让收入 有免增值的规定 第一个 是合格境外投资者 他的英文叫做 TUFII 那么这是 合格境外投资者 委托境内公司 在我国从事的 证券买卖业务 那么他的呢 金融商品转让 免增值税 第一个 第二个 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呢 单位个人 通过护港通 深港通 买卖上海深圳呢 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A股 那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内地投资者 包括单位个人 通过护港通 深港通 买卖呢 香港联交所 上市的呢 股票 有免增值的规定 这是呢 深港通 护港通呢 他的金融商品转让 有呢 免增值的规定 这是 第二个 第三 对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单位个人 通过基金 互认 买卖 内地基金费额 你买卖 内地基金费额 他说呢 有免增值的规定 但是这个政策 只对香港市场投资者 有免增值的规定 而对于 内地投资者 有没有 没有 这是呢 咱们的 这个 第三个 第四个 证券投资基金 包括封闭式 证券投资基金 和开放式的 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 运用基金 买卖股票 债券 免增值税 这是 第四个 第五 个人 从事金融商品 转让业务 个人 那么你这时候 无论通过什么 深港通 护港通 还是呢 这种 基金 忽人 那个买 香港的基金 那这时候 咱们 个人转让基金商品 都是免增值税 这是咱们的第十九个 下列基金商品 转让收入 免增税 第二十项 从2018年的 11月30号 到2023年的 11月29号 应该说 现在政策的时间 真记不住 我都记不住 我想大家更记不住 所以那时间 你可以忽略 有记后边的 对金国务院批准 对外开放的 这种呢 货物期货品种 保税 交割业务 暂免征收 增值税 这是呢 暂免征税的规定 这是第二十项 第二十一项 保险公司开办的 一年期以上 人身保险产品 取得的保费收入 那么免增值税 注意 这个保费 是一年期以上的 人身保险产品 注意 是一年期以上的 人身保险产品 咱们的保费 免增值税的规定 这是第二十一项 第二十二项 再保险服务 那么保费呢 咱们全都交过呢 增值税了 那么再保险 咱们就不用交呢 增值税了 这是第二十二项 第二十三 是纳神提供的 这种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 以及与之相关的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免增值税 那么这个内容 要求大家要特别注意 技术转让 不仅仅增值税上 有优惠 到了所得税中 那么在一个纳神年度内 技术转让 所得五百万以下的 免企业所得税 五百万以上的 减半征企业所得税 这技术转让的优惠 这是第二十三项 注意 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 和与之相关的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免增值税 第二十三项 第二十四项 加证服务企业 由员工至加证服务员 提供的呢 加证服务取得的收入 咱们呢 是免增值税 这是员工至 加证服务员 提供的呢 加证服务 免增值税的规定 第二十四 二十五 符合条件的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咱们是节能的 那么你按照呢 节约能源的呢 一定的这个数字 咱们获得收入 咱们为了鼓励它 免增值税 这是第二十五项 第二十六项 福利彩票 提供彩票呢 发行收入 咱们呢 免增值税 第二十六 二十七 军队控制房产的 租赁收入 那么军队有一些房产 那么控制了 那我现在租赁 有免税的规定 下边第二十八项 企业行政事业单位 按房改成本价 标准价 出售住房 取得收入 注意 这叫做 房改成本价 标准价 出售住房 取得收入 咱们有免税的规定 这是呢 咱们的第二十八项 第二十九项 将土地雄权 转让给农业生产者 用于农业生产 那么一定要注意 这是什么 这个用于农业生产 咱们有呢 优惠 这是呢 将土地雄权 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的 这种用于农业生产的优惠 下边 纳神采取呢 转包出租 互换 转让 那么入股等方式 将承包的这种呢 土地流转给农业生产者 用于农业生产 免增税 那你看 最终的用途 都是用于什么 用于农业生产 咱们有免增税的规定 第二十九项 那么第三项 涉及家庭财产分割的 个人无偿转让 不动产 土地雄权 比如说 这个夫妻离婚了 那么家庭稀产 那此时 你要呢 这个不动产 土地雄权过户 这时候是免赠税的 这是咱们的呢 第三十项 下边 第三十一项 土地所有者 出让土地雄权 和土地雄权 将土地雄权 归还给土地所有者 换句话来讲 我交易的一方 肯定有谁 有土地所有者 谁是土地所有者 国家是土地所有者 我把土地雄权 给呢 国家 或者是呢 咱们国家 出让的这种土地雄权 此时 都是免赠税的 这是第三十一项 三十二项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 或自然资源的 行政主管部门 出让 转让 或收为 自然资源的雄权 不含土地雄权 其实呢 你土地雄权 在上一个 就已经是免税了 那下一个 你比如说 我把采矿权 太货矿权 给收回来 那么 这是国家收回来的 它是由免税规定 这是呢 咱们在 这个银改增中 所保留的呢 这个免税的规定 这大家呢 要注意 考试中呢 其实 对于增出载资源条例 和银改增中 规定的免税 是考的相对呢 还是有些题目呢 我们来看一看 一道题 2019年的一道呢 多选题 这道题目是 下列金融业务中 免征增税的用 哪个免增税 A 金融机构间的 转贴线业务 我们前面说过 金融机构的 转贴线业务 其实在2017年的 12月31号之前 是免赠税的 但到了2018年 1月12日开始 那么你的贴线 和转贴线 都要就它各自取得的呢 利息 交税 所以不免 那么选项币 人民银行 对金融机构 提供的贷款服务 人民银行是管理的银行 管理银行的银行 那么所以 它对金融机构 提供贷款服务的利息 是免增税的 那么选项谁 融资租赁公司 从事融资性 筹货回租业务 它应该是呢 按照贷款服务 交增值税 不免 那么选项地 商业银行 提供国家住学贷款业务 那么国家住学贷款 它都是免增值税的 所以免增值税的是 选项地 这是呢 这个咱们的哪个免 哪个不免 大家要能够分清 这是第一个题目 第二道题 提到呢 多选题 下列行为免增 增值税的用 A 个人转让 著作权 免不免 免增值税 B 残疾人 个人提供的 应用服务 免增值税 C 航空公司提供 飞机 拨撒农药服务 这农业的服务 免增值税 D 会计事务所提供的 管理资讯服务 大家你想 你考了 快选事务所工作了 那四大也好 八大也好 十大也好 那么这些事务所 提供的咨询服务 那么免不免 不免 照章承增值税 所以免税的是A 比Z 那这是呢 免哪些免 哪些不免 第三道题 是一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应计算交纳增值税的事 A 邮政顾门 发行报刊 那这应该呢 计算交增值税 按邮政服务 交增值税 那么B 农业承担者 销售资产东产品 免增值税 这是免的 C 电力公司向发电企业 收取过往费 那应该呢 是交纳增值税的 选项D 残疾人的组织 直接进口 供残疾人专用的呢 物品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咱们的免增值税的 所以应当计算交增值税的 是选项AC BD 是免税的 分清哪个增 哪个免 那下边 第四个 下列业务中 应当征收增值税的是 哪个增增值税 A 生产销售电视机 肯定增 B 热力公司销售热力 增增值税 停用建制服务 增增值税 那么 D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无偿援助的 进口物资设备 这是免增值税的 所以我们应该选答案 A B C 这是呢 哪个免 大家要严格分清 这第一个 营改增值后 它们的免税的范围 第二个 急增急退 对于呢 急增急退 几个呢 主要的急增急退 大家要记得住 第一个 软件产品的 税务处理 这个内容 要求大家 要掌握 那么 增值税一般纳选 销售期 自行开发生产的 软件产品 注意 是自行开发生产的 软件产品 按税务税率 征收增税后 对实际税付 超过3%的部分 急增急退 一定要注意 实际税付 超3%的部分 咱们是 急增急退的 这是第一个 那么这是 你只有对 你销售的 自行开发的 软件产品 如果你买进软件 你再去卖 那么 税付超3%的部分 是否急增急退 不急增急退 这一个 第二个 增值税一般纳选 将进口软件 进行本地化改造后 对外销售 一定要注意 是本地化改造 那么你把国外的软件 按照咱们中国人的 使用习线来 做本地化改造 那么单纯的汉字化处理 叫不出本地化改造 不叫 本地化改造 指的是呢 对进口软件产品 进行重新设计 改进 转换 让它更符合咱们 中国人的 使用习惯 那这叫做本地化改造 单纯对进口软件产品 进行汉字化处理 不包括在内 注意 单纯的对它做汉字化处理 不包括在内 那么这次呢 咱们一般纳选 进口呢 这个软件之后 将它呢 做本地化处理 本地化改造 那么做本地化改造之后 再销售 按照呢 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 软件产品一样 享受 税负超3%的部分 急增急退的政策 这是呢 软件产品的急增急退 一个 第二个 一般纳选提供管道运输服务 注意是什么 管道运输服务 对其增税 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 急增急退 又是一个超3%急增急退 那么第三个 经人行银监会或商务部批准 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 试点纳选座 一般纳选 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 和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 一定要注意 两个 一个是呢 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 一个是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 那么都与有形动产有关 一个是有形动产的融资租赁服务 按租赁服务叫赠税的 而融资性售后回租叫做贷款服务 它是按照贷款服务增增税的 但是呢 对于它实际税负超3%的部分 咱们都实行急增急退 这也是呢 咱们的急增急退的呢 这么三项政策 大家呢 要掌握 第四项 残疾人的呢 最后一会 纳选享受安置残疾人的增税 急增急退政策 那么 什么样的纳选 指的是安置了残疾人的单位 各体户 你单位和各体户只要安置了残疾人 咱们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呢 按照纳选本月安置的残疾人人数 注意 是按照本月安置残疾人人数 乘于本月月最低标准的四倍 一定要注意 是四倍 计算本月应退的增值税 然后呢 将你的本期中所属的月份的应退增值税额 放在一起 来计算呢 本期应退的增值税额 它退税额度还是很高 但要求也比较高 它要求呢 你雇用的残疾人数 要达到一定比例和 这个咱们的人数的要求 才能办理退税 这是咱们的第四个 残疾职工的呢 最终增税的急增急退 这是呢 咱们的急增急退政策 要求大家呢 掌握咱们思想内容 第三个是扣减增值税额定 简单了解即可 对于呢 退役士兵 创业就业 以及呢 咱们建党利卡的贫困人员 他对于呢 建党利卡贫困人员 这是扶贫的一个政策 还有呢 持就业创业证呢 人员 这种重点群体呢 创业就业 咱们呢 有这个扣减增值的规定 简单了解 一大二过即可 这是呢 咱们的第二大类 也就是说 赢改增值后保留的呢 去手游回 第三个 财政部国家秀总局的 其他部分呢 征免税项目 那么我们不全讲 讲那重点的 第一个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 增出的呢 优惠政策 那么对于呢 资源综合利用的产品和劳务 增值税呢 它的退税 有退30% 50% 70% 100% 这么四个档次 这是呢 它的退税比例 有这么四个档次的要求 这第一个 对于呢 这个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在咱们教材中 新年新增了 它的呢 条件 但这个条件呢 我个认为 简单了解 一大二过即可 因为呢 呃 我本身呢 也做资源综合利用的 事务顾问 呃 我自己呢 不太记得条件 那么基本上用的时候 怎么办 我去呢 这个翻一翻 有条件 就OK了 那这一时呢 咱们的资源综合利用 大家你要注意 咱们的废弃物 处置业务 它有呢 进行资源的呢 专业化 减量化 等等的呢 这个无害化处理 它的呢 税务的使用 然后在增值税中 有呢 增值税务的即将即退 然后在所得税中 有资源综合利用 那么收入呢 打九折呢 计算的优惠 这大家呢 要结合起来 一起看的 一个内容 第二个 免征蔬菜和部分 鲜活肉蛋产品 在流通环节的增值税 大家说 哎 老师生产环节 怎么不免 谁说生产环节不免了 生产环节 那叫农业生产者 资产消毒产品 你种蔬菜 那叫种植业 那么你养的鸡鸭鹅兔 那么你养的呢 这个猪牛羊 这叫什么 这叫养殖业 咱们这都叫广义农业 农业生产者 自然自效 农产品 免增值税 所以生产环节 肯定是免的 那么流通环节 只对蔬菜 部分鲜活肉蛋产品 免流通环节增值税 那么指的是 我把年份去掉了 你看 又没必要计了 你看第一个 对从事蔬菜 批发零售的那种消毒的蔬菜 免增值税 也就是说 蔬菜在生产环节免增值税 在批发零售环节 也免增值税 但只限于蔬菜本身 那么你的蔬菜罐头 比如说 咱们的各种呢 这个竹笋呢 你腌制的竹笋 什么各种的榨菜 那那个免不免增值税 不免 各种蔬菜罐头 不属于免水范围 因为它不是初级农产品了 它是身家工农产品 第一个 第二个 是对于呢 同事农产品批发零售的呢 纳售销售的 部分鲜活肉蛋产品 比如说 像咱们呢 猪牛羊鸡鸭的呢 这种肉类 那么蛋类 它有呢 免税的优惠 这是第二个 这是免增蔬菜 和部分鲜活肉蛋产品 流通环节增税的规定 那第三个 是破类产品 那么争免增税的规定 那这里边 大家呢 要注意 这类产品呢 是这样子的 豆婆属于 征收增税的呢 饲料产品 也就只有 这么一类 就是 豆婆类产品 那么要增增税 除了豆婆以外的呢 这个其他 婆类产品 咱们呢 是免增增税 就是对于 婆类饲料 咱们免增增税 这是咱们呢 第三个问题 是 婆类产品 那么 争免增税的呢 有关规定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 智种行业 免增增税的呢 规定 那么智种行业呢 在下列经营模式下 生产的种子 属于呢 农业生产者 自产农产品 那你销售自产农产品 免增税 那么哪些 免增 免增税 第一个 智种企业利用自由土地 或承租土地 我自己有一块地 那么我或者呢 租了一块地 那么雇佣农户 或雇工进行种子繁育 再经烘干 脱利 封塞等身家供之后 销售种子 换句话来讲 这种子是我自己种的 种完之后 我是雇人 帮我种 但是以谁的名义种的 以我这个智种企业的名义去种的 然后我去卖 那这是呢 免增税的 第二个 智种企业提供 亲本种子 什么叫亲本种子 就种子种子 那么这种 我提供亲本种子 委托农户繁育 并从农户手中收回 我相当于这个公司家农户模式了 我把种子给你 你繁育完之后 你必须给我 你不能卖给别人 那么这是提供亲本种子 委托 一定要注意 委托这个词 它不是把种子卖给农户 农户种植 农户再卖给呢 这种企业 而是我委托你农户 做繁育 并从农户手中 收回再经烘干 脱离封筛等 增加工之后 再呢 销售的种子 这也叫呢 它自产自销 免增值税 这是 这种行业 免增值税的规定 那么第五一个 是有机肥产品 免增值税 也就是化肥里边 咱们呢 是化肥的税率 是9% 那么但是下边 有机肥 化肥里边有机肥 它是呢 免增值税的 这是第五一个 第六一个 纳神呢 如果它是外购用于生产乙烯 方井类化工产品的呢 咱们两类油品 哪两类油品 食脑油和燃料油 也就是说 我购紧食脑油 燃料油之后 我用来生产呢 乙烯方井类化工产品 咱们把乙烯方井类化工产品呢 叫做特定化工产品 而且我在生产过程中 使用两类油品生产的 特定化工产品的产量 占本企业用食脑油燃料油呢 生产各类产品的总量 在50%以上的企业 换句话来讲 我买进食脑油燃料油之后 最主要的用途 也就是我50%以上 我是用来干什么了 我是那个用来生产呢 乙烯方井类化工产品 那此时 它外购的这两类油品 也就是两类呢 由食脑油燃料油 那么它的呢 这个价格中的消费税部分 注意不是所有的价格 而消费税部分 对于呢增值税额 予以推还 那这时呢 第六个简单了解 就这个是简单了解的 因为太特殊了 第七个小微企业的优惠 必须掌握 这几年国家给了 小微企业 小行为企业 各种各样的优惠 大家呢 一定要掌握它 那么小微企业 这里边指的是小规模纳纯 你看 小规模纳纯 发生增值税的 应税销售行为 那么只有小规模纳纯 才能享受 如果是一般纳纯 对不起 不能享受 合计月销售额 没有超过15万的 按季度纳税的话 没有超过45万的 免增增值税 这是呢 月销售额没超过15万 季度销售额 没超过45万的 小规模纳纯 免增值税 要求大家 这个必须掌握 第一个 第二个 小规模纳纯 月销售额超过15万 但扣除本期发生的 销售不动产的 销售额后 那么没超过15万的 比如说 一个小的资讯公司 它是一个小规模纳纯 这个月呢 它的资讯业的呢 销售额只有13万 然后它把房子给卖了 房子卖了358万 那此时 它加在一起 肯定超过15万了 但是 我卖房的事 是偶然发生的 我把它踢出去 我这部分 没超过15万 免增税 那么你卖房这个 要不要交增税 按卖房走 要交 那这是呢 后组本期发生的 销售不动产的 销售额之后 没超过15万的 它的销售 货物 老五 服务 无限资产 取得销售额 仍旧免增值税 这是呢 第二个 第三个 是用增值税的 差额 征税政策的 小规模纳纳 你比如说 我是一个建筑企业 那么我是个 小规模纳纳 我这个月 总报金额是28万 我支付的分包款 19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按28万来确定 还是按照 这个28万减19万之后的 有差纳税的话 那么以差额后的 销售额 确定我月销售额 超没超过15万 季度销售额超没超过45万 来决定呢 我是否享受 免征增值税政策 要求大家必须掌握 第四个 其他个人 这个内容咱们考试 是在综合题中考过的 要求大家要掌握 其他个人 也就指的是谁 自然人 自然人 采取一次性 收取租金形式 出租 不动产 取得租金收入 比如说我出租一个房子 我一个月租金三万 我一年12个月 我一共收了36万 我这个月就收了36万 那我下边 我可不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它这么样的 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 平均分摊 我攀摊到一个月 只有三万 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 没有超过15万的 免征增值税 那么这只对 自然人适用 如果你是一个个体户 适用不适用 这个政策不适用 因为你租金 在收到租金这一天 你增值纳税率发生 那么你一次性收了36万 超过15万了 对不起 扔就加装税 只有其他个人 才允许分摊到个月 来确定 想不想要免税 那这是第四一个 第五一个 小规模纳神 月销售额 未超过15万的 当期因开具专票 已经交纳的税款 在专票全部连次 追回或按规定的 开具红字专票后 可以向主管事务机关 申请退还 那这里边 大家呢 要注意 你如果享受免税 你就不能 开专票 那所以 如果你开了专票 你要想享受免税 你把那个专票 给我退回来 或者开红字发票 如果你没退回来 没开红字发票 对不起 你开专票这部分 照样交增值税 这是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的 这是我们给大家呢 介绍的 第七个问题 是小微起的优惠 考试中非常重要的考虑 必须掌握 第八一个 研发机构 采购设备 增值税的退税政策 那么在符合条件前提下 无论是呢 内资研发机构 还是呢 外资研发机构 你看 你内资研发机构 和外资研发中心 采购什么 国产设备 全额退还增值税 采购的必须什么设备 国产设备 才全额退税 你不是国产设备 对不起 不会退 这是第八个 第九个 原队呢 城镇公共供水 用水户 在基本水价 那么之外呢 征收水资源费的 十年省份 那么在水资源费改税期间 也就是说 水资源费 改为水资源税了 那此时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 交纳的水资源税 所对应的 水费收入 那么不交呢 增值税 按照不征税自来水项目 还发票 这是呢 咱们这个 你水资源税 所对的水费这块 是不征收 增值税的 这是第九个 第十个 纳神采取 转包 出租 互换 转让 入股等方式 将承包地流转给农业生产者 用于农业生产免增值税 那么这里边扔就是什么 用于什么 用于农业生产有免增值税的规定 我们前边也说过 那下边 纳神将所有农用地出租给农业生产者 用于农业生产免增值税 那你看 用于农业生产的 咱们都有免增值税的规定 这是呢 第十个规定 第十一 从2016年的5月1日起 社会团体收的汇费 免增值税 那么社团收的汇费 有免增值税的规定 那这是呢 第十一项 仅限于他收的汇费 如果呢 他从事盈利性活动 收到的钱 交不了税 照样交 这是呢 第十一项 第十二项 北京的冬残奥会的 免增值税的政策 那咱们呢 今年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在咱们北京呢 顺利举行了 那他有哪些呢 优惠 咱们简单看一下 第一个 对赞助企业 及参与赞助的呢 下属机构 根据赞助协议 以及补充协议 向北京冬奥组委 免费提供的 与北京呢 2022年冬奥会 冬残奥会 次尔赛有关的服务 免增值税 我想呢 这都不用记 那这么大事 那咱们肯定得免税 对吧 那这是第十二项 第十三项 扶贫货物捐赠 免增值的规定 那么扶贫捐赠 咱们呢这届政府 它提案是 不必要扶贫 要精准扶贫 那么咱们扶贫捐赠 它呢规定是这样子的 从2019年 1月1号 到2022年的十二三项 实际上这个政策 又延长了 那么对单位 或个体户 将呢 资产委托加工 或购买的货物 通过公信的社会组织 那么县级 及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组成部门 还有直属机构 或者直接无偿捐赠给 目标脱贫地区的单位个人 免增值税 在政策执行期内 那么目标脱贫地区脱贫的 继续适用上述政策 这句话意思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 你捐的时候 它是目标脱贫地区 或者你捐的时候 它已经脱贫了 那么你给它捐 然后在这期间 扔就是免增税的 第一个 第二个 无论是你通过 公信社会组织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部门等等 对它做的捐赠 还是直接捐给它 咱们都可以享受 免增税的规定 这是扶贫货物捐赠 免增增税的规定 这是第十三项 那么第十二项 第十三项 那么第十二项 其实是个常识性东西 第十三项 要求大家必须掌握 第十四项 大家熟悉了解即可 那么创新企业 境内发行 存托凭证 免增增税的苦力 那么存托 那么你存入 那么托管的 这么一个凭证 简单了解 因为咱们的业务太多了 如果咱们要把 所有的业务 都给掌握清楚的话 那你就是 要学的东西超级多 这个东西 大家慢慢的 你在时间中去学 你看第一个 对个人投资者 转让的创新企业 CDR 就是存托凭证 取得差价 暂免增 这个增税 第一个 第二个 对单位投资者 转让创新企业的 CDR 那么这个CDR 必须是谁的 是创新企业的 这种重托凭证 取得的差价收入 那么按 基础商品转让的规定 征免增值税 什么意思 那么如果 它是按规定 应该征的 咱们盖征征 那么按规定 应该免的 比如说我是 投资金等等 有可能有免的规定 那么咱们呢 是享受免税待遇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对公募证券投资基金 包括封闭式的 和开放式的 证券投资基金的 管理人 运营基金管理过程中 转让创新企业 CDR 取得的差价收入 三年内 暂免征收 它暂免征收的规定 那么第四个 对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 那么人民币 合格境外的 机构投资者 委托境内公司 转让创新企业 CDR 取得的差价收入 暂免征收 增值税 那么对于呢 存托凭证 实际上 最后呢 什么结果 个人 你转让的这种 创新企业的 CDR的差价 有免的规定 那么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人民币的呢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那么委托境内公司 转让的 有免的规定 那么咱们的 公募 证券投资基金 有免的规定 但是呢 单位 你得分不同的类型 来进行处理 这是呢 第十四项 第十五项 社区养老 托育家政服务 那么这类收入 是免增税的 你看 上有老 下有小 你看社区养老 托育家政服务 咱们有免增增税的规定 这是一个 那么也说 从2019年的 6月1号 到2025年的 12月31号 为社区提供呢 养老 托育家政 等服务的呢 机构 提供社区养老 托育家政服务 取得收入 免增增值税 这是呢 第十五项 第十六项 广播影视 免增增税的规定 一直到2023年的 12月31号之前 对电影主管部门 包括中央 省 地市 及县级呢 按各自职能权限 那么批准呢 从事电影制片 发行放映的 电影集团公司 含成生企业 那么你就是呢 成片的这么种企业 那么电影制片厂 以及呢 其他电影企业 取得的电影拷贝收入 含数字拷贝 那么你的电影呢 就版权拷贝 那么转让电影版权的呢 收入 包括转让和许可使用的呢 就是收入 电影发行收入 一在农村 取得的电影放映收入 免增值税 那一定要注意 它是电影的发行 拷贝等等收入 有免税的规定 但对于电影的放映 只在呢 农村 取得电影放映收入 免增值税 那城里取得的电影放映收入 是不免增值税的 这是呢 咱们的第十六项 第十七项 到2023年的11月29日之前 对呢 经国务院批准 对外开放的 货物期货品种 保税交割业务 暂免征收增值税 那么这是呢 这个货物期货品种的 保税交割 有免增值税的规定 下边第十八项 海南自爆港的优惠 海南自爆港 在增值税消费税 企业所税 个人所税上 都有优惠 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呢 增值税消费税的优惠 对于呢 离岛免税店销售 离岛免税商品 免增值税消费税 离岛免税的呢 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 离岛免税店呢 应按月进行增值税 消费税那是申报 那也就是说 你呢 即使你的离岛免税商品 免增值税消费税 你照样要做那申报 因为你有可能 没有离岛免税的商品 也要 那么你要呢 照常报的 那这是呢 第二个 也就是说 不管免不免税 咱们都要做那申报 第三 离岛免税店销售 非离岛免税商品 你看 离岛 离岛才免税 不离岛不免税 按现行规定 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交纳增值税和消费税 这是呢 第三个 第四个 离岛免税店兼营 应征增值税消费税项目的 应分别核算 它的免税和不免税的项目 没分别核算的 不能免税 那这都是原则性的规定 都很容易记忆 离岛免税商品应开支的 增税补片 不能开专片 因为呢 免税了 免税只能开补片 开不了专片 这是海南自贸港的呢 优惠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 财政部国家受总局 规定的部分 征免税项目 这第三个呢 指点 第四个指点 增值税起承点的规定 其实这个增值税起承点 这几年 随着小微起的税收优惠的 这个码逐渐加大 那么咱们的起承点的呢 内容反而不受人重视了 那简单一大二过 起承点 仅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的呢 个体户和 其他个人 换句话来讲 他送范围很窄 只有小规模纳税能适用 第一个 第二个 仅适用于个体户和自然人 别人呢 还不适用 那么他按期纳税的话 起承点是月销售额 5000到2万 那么按次纳税的话 是以每次或每日销售额 300到500呢 作为起承点标准 各地呢 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 那么基本上各地都确定在 2万和500 但实际上 这几年咱们有呢 这个 小微起的优惠 那么那个优惠的额度 比这大得多 所以大家呢 都直接按那个来了 这个你简单一大二过 就可以了 这里边所说的销售额 指的是不含 增税销售额 这是简单一大二过即可 这是第四一个 第五个 其他有关的减免税的规定 如果呢 纳稳你兼营的 应税项目和减免税项目 那怎么办 很简单的 分开核算 你才能享受减免税 没分开核算的话 一律不能享受减免税 这最简单的 一大二过 那第二个 这个内容非常重要 大家要掌握 咱们前十来年的时候 曾经在综合题中 都考过放弃免税权的 那是筹划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 放弃免税权 那么只有在增值税 和土地增值税中 土地增值税 其实咱们教材中还没说 土地增值税 它有可能呢 你放弃呢 这种普通债免税 你和非普通债一块算 那是呢 咱们教材还没说 在教材中说的 放弃免税权的 就是增值税 那为什么在增值税中 你能享受免税 你要放弃免税 原因特简单 比如 我是个农场 把呢 一批农产品 卖给了一个批发公司 比如说卖蔬菜的公司 这批发公司 那么再卖给呢 一个生产 混沌呢 水饺的企业 比如说生产 水饺的企业吧 好 那这时候 他从农业生产者手中免 买的农产品是免税的 那我批发的蔬菜 我也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但是我想享免税待遇 那么水饺生产企业 能不能抵金箱 抵不了 因为我只有从农业生产者手中 直接购用的免税农产品 才能用收购发票 销售发票抵金箱 我从批发企业买进的免税农产品 是抵不了金箱的 那这时候 你如果不给我 你不让我抵金箱 我可能就让你压低你的价格 那这时候 你可以考虑怎么办 我放弃免税 我放弃免税之后 我销向减金箱 我只要一点税 但我的下价可以抵金箱 所以 他之所以放弃免税 是为了 让你整个利益链条 这边交的税 可能交一块 但下价可以抵13块钱 因为呢 我批发且是用销向减金箱 来计算一抹水果的 但是我的下价 是按照 你的销向是下价的金箱 这么来抵抗金箱的 所以你看 第一个 那时候发生应税行为 是用免税规定的 可以放弃免税 放弃免税后 要注意 咱们一般来讲 你选减一也好 那么放弃免税也好 或者放弃的零税率也好 咱们36个月之内 不能再申请 不能任性 你不能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 那么这是呢 36个月之内 不能再申请免税的规定 下边 纳审放弃免税权的原因 是什么 我销售房放弃免税权 购买房才能抵金箱 我能够让整个增取 抵抗链条更加完整 这是他放弃免税的原因 那下边 这个放弃免税权 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 放弃免税权的声明 注意 以什么形式 推面形式 那么提交一个声明 报主管事务机关备案 要不要主管事务机关审批 不需要审批 这是你的权利 不需要审批 直接呢 你提交声明就OK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放弃免税权纳权 符合一般纳权认定条件的 你没有认定为一般纳权的 按规定 你可以认定为一般纳权 你认定完一般纳权之后 你发展一处消失行为 你可以开砖片 你可以取得砖片 比金项 这是呢 第三个 第四个 如果你放弃免税权 就要全部放弃 什么意思 我卖蔬菜的 那我卖给呢 生产鞋的 我放弃免税权 我交税 我卖给 那么下游的 小规模纳权的 我卖给个体户的 那么我享受免税 行不行 不行 放弃免税权 就必须全部放弃 不能不分放弃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 纳权在免税期内 一定要注意 什么期内 免税期内 纳权在免税期内 构进的 用于免税项目的 货物 劳务 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等所取得的 增值税扣税凭证 一律不得抵扣 这大家呢 要注意的 是我在免税期内 构进的 用于免税项目的 货物 服务 劳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它的呢 增值税呢 这时候我取得的 扣税凭证 一律不能抵的呢 一个规定 这是呢 第五个内容 这是放弃免税权的呢 规定 对于呢 放弃免税权的规定 我们一起来看呢 一道单选题 这道单选题是 下列各项中 符合增值税呢 纳权 放弃免税权 有关规定是 哪个符合呢 放弃免税权的规定 A 纳权可以根据 不同的销售对象 选择部分货物 放弃免税权 那么可以吗 你要想放弃 必须全部放弃 不能呢 部分放弃 所以选项A 错误 随行B 纳权应以书面形式 提出放弃免税权申请 那么报主管事务机关呢 审批 那这是错的 应该是 以书面形式提出 放弃免税权的声明 我是个权力 我不需要呢 申请 我是个声明 报主管事务机关 不是审批 是备案 所以选项B 错误 这样C 纳权自税务机关 受理期放弃免税权声明的 当月期 12个月内 不能再申请免税 那这是错的 应该是36月之内 不能再申请免税 选项C 错误 选项D 符合条件 但尚未认定为增税 一般纳权的纳权 放弃免税权 应认定为一般纳权 这是正确的 所以 这四个选项中 只有选项D正确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增出的税务优惠 包括 增出的暂金条例中 规定的优惠 包括 银改增之后 那么 它的税务优惠 财政部国家受总局 规定的部分 争免税项目 以及起承点的规定 还有 放弃免税权的规定 对于咱们这一节 那么 掌握重点内容 其他内容 简单 以待而过即可 对于这份内容 比单单记忆是不够的 要结合咱们的生活常识 来进行的判断 好了 对于第九节 税筹优惠 我就和大家 学习这么多